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十二级 二产伊斯兰 讲完拜在庭之后 我们就要谈谈拜在庭的这位老对手 穆斯林世界 伊斯兰帝国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知道他在早期的时候 有一个迅速扩张的时期 从公元七世纪的中期 到八世纪的晚期 大概这么150年 那么伊斯兰帝国 阿拉伯帝国 他的第一帝国 古迈斯王朝 从一个沙漠中部的一个游墨部落 因为伊斯兰教的信仰 迅速的产生零距离 然后功成拔载 在短短的期间里 就创造了一个横跨亚非欧的 一个庞大的帝国 当时我讲在古迈斯帝国王朝的鼎盛时期 它的面积超过了1300万平方公里 它的人口也超过3000万 因为当时是八世纪 所以这样一个人口 那是非常之多的 而且一个超级大国 那么这个国家呢 它在750年跟远东的唐帝国打了一仗 就是著名的底多斯战役 而这个战役之后呢 唐帝国进入了安死之乱 然后迅速的衰弱 这个不是到我们的讲座范围以内 那我们谈这个阿巴斯 不是阿巴斯对不起 乌麦斯王朝跟唐塔打了这一仗之后 他们就在这一年 他们的政局出现了变化 有一个波斯来的一个阿巴斯王朝 采取了一个正义 把这个乌麦斯王它给终结 然后它进入了阿拉伯帝国的第二个王朝 就是阿巴斯王朝 这个王朝的首都定在了巴克达 就是我们知道的是吧 现在的迪迦克首都巴克达 同时我们要知道 它也是古代巴比人的首都 波斯帝国的首都 就是巴比人城的旧址 这个古城非常有名 两颗的古城 这个城市的考古遗址 可以挖到六千年前 那么好了 那应该说呢 这个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这个阿巴斯王朝是一个二传宿 因为它在这个人类文明的发展 但是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不是他们原创 但是经过他们的手上 在他们手上 也叫做继承或者说是翻译 或者说保存了 大概有几段也 然后再交给他们原来主人的后代 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古典文化中最精髓的部分 古典哲学 经过阿拉伯人的保存 然后文艺复兴之后 再交给欧洲人的后代 从此完成了这个 神学和哲学革命 而这个并没有在阿拉伯人的手上 对古典哲学进行一次升级 这也是因为 我个人认为 这是我个人观念 如果我这个东西都有很多 是我个人观念 我认为是尼斯兰加本身的缺陷造成 我怎么这样讲 不在我们这个拓展范围内 我今天把这个二传怎么当的跟大家来聊一聊 那么这个事情呢 就是发生在750年 波斯来的一个帝国 当他建立的王朝是波斯的王朝 当时我们这样认为的也有问题 因为当波斯人建立阿巴斯王朝 但并没有采取就是波斯语作为这个阿巴斯王朝的官方语言 他依然还是采取阿拉伯语 我们今天看我以前在那林生活过 我就观察到这个波斯文跟阿拉伯文很像 他们很像写的很像 但是那个伊朗人告诉我这个是阿拉伯文 他看不懂 然后我很奇怪 我们看的差不多 但他们认为这个他们他们是有很大的区别 这个不是我能了解的 我不是做语言学研究的 但是伊朗这个国家现在他还是使用什么呢 他还是使用这个阿拉伯文 就是对比伊朗还是使用这个波斯文 而阿拉伯文呢 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大语种 他这个语种大到什么程度 他是这个三十多国家都在使用阿拉伯文 就现在阿拉伯文 他是英语西班牙语之后的一个大语种 世界性的语言 那么 那么除此之外呢 就是阿巴斯王朝呢 他比较是务实 务实在哪里 他不再采取 五脉石王朝那种进攻再进攻的这种策略 他就是转到一个经济发展和巩固边界的这样一个作品 他们从波斯帝国那里学到的行省制度 所以阿巴斯帝国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重要性国家 他的行省的权力上大了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是他开拓了这个 因为他的地理位置横跨亚非欧大陆 所以他开拓了亚非欧大陆的商业贸易协议 那么他这个带来的就是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商业空前 他们掌握了中世纪的这个贸易渠道和这个香药贸易 这都是最赚钱的生命 我们知道从印度啊 从这个马来群老的这些香药产地 他们把香药运到西欧去 他的利润不是几倍 是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所以阿巴斯王朝迅速的掌握了大量的财富 并且他们的哈里巴 哈里巴就是后来的他们那个帝国的首领苏丹 后来土耳其人叫苏丹 他们叫哈里巴 那么是具有非常大的这个政治权力 虽然从伊斯兰教程度上讲 他是这个真主派到人间来进行统治 他们受到伊斯兰法的广辖 但是事实上君主是凌驾于任何法律之上的 他并不受到这个神圣的沙里亚法所约束 伊斯兰法所约束 他们的这种议会制度 法院对君主都没有太多的咒动 所以他君主还是独裁的 再有带来另一个问题 就是君主能力 大的时候啊 他可能会对而扩张 如果君主能力比较弱了 那么肯定他的内政是搞不好的 所以他们由于这种神权君主制度 就是神王政治 他带来一个后果就是 他的近代政治转型的动力没有 所以伊斯兰教他是缺乏自由内核的这种神学体系 他跟基督教是有很大的区别 好了 这个就是他们上次刚说的一个情况 这是他的商业贸易非常的繁荣 我们刚才的农业 农业不要说了 这个农业肯定是他最好的 为什么 两核的农业 从六千年前到现在都是农业的产量非常高的 他们的水利工程非常成熟 他们的热量也非常足 光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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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温都是非常充足的 所以他们的产量也非常高 我们来当时的一个情况 比较就是 两核的这个 一亩小麦的产地 这个 这个小麦的产量 他当时是西欧的四到五倍 那这样的话 他的人口也是比西欧要多很多 因为西欧当时是养活不了 太多的人 这边的产量就决定了 他的人口可能会非常多 人口多就带来了 经济的繁荣 带来了生产力的提高 也带来了军队数量的地震 所以 阿巴斯往常就持续对这个 淡奶亭产生压力 在七百五十年到这个 一千年 这个两百多年 就是他的这个整个情况 就是淡奶亭在逐渐逐渐的说 尾向后说 而这个阿拉伯在 逐渐逐渐渐的朝铁推进 就这样一个战略局面 虽然在巴西亚二世的这个时候 白亭亭重新崛起中心 又夺取了这个小鸭 就是阿拉托尼亚斯 不过在其后不就 这个小鸭又上市了 又回到了 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农业的情况 我们再看看他的商业 商业 我刚才我在前面比较的时候 已经讲过 中世纪的商业贸易 始终是控制在阿拉伯商人手中 始终是控制在手中 不但是商业它的航海 它从远东到西欧的整个贸易线上 阿拉伯商人牢牢 掌握着这个控制权 我都为大家听听 穆斯林商人定期从鸿海 或者波斯湾的港口远航 越过印度洋 前往中国 东印度地区 另一条商路是 自路上通过巴克达到达中国 大家听这不是丝绸之路吗 对没错就是丝绸之路 但我还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西汉开辟的所谓的丝绸之路 其实根本就不是丝绸之路 真正的丝绸之路是阿拉伯商人牢牢 而且他们在这条商务上 经营了上千年 这也是以后正和下西洋的这条线路 所以没有中国人值得吹嘘的地方 这些都是阿拉伯商人走的几千年的老路 这是他的其中的对东亚的一条贸易线路 另外呢 还有另一条经过俄罗斯 通过斯坎特纳维亚 到达北欧的上路 这个中年呢 就是一只均三领帽 就是拜登林的首都 所以这两个国家是瓜分了贸易 远东国家 就是中国 华夏社会和西欧的基督教社会 这个时候 他们的财富就远远比不上 这个中东的这两大强国 阿拉伯地国 克多拜登林 他们两个国家的经济是比较强的 这个要讲实话 当然他们的强的坏处在于两强相争 他们不停的战争 消耗了大众财富 当然他们也刺激了文明的发展 因为有敌人所在 他们不停的要提高自己的军事能力 提高自己的经济 提高自己的文化和艺术 所以这两个社会都有很多 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地方 我们下面继续看 阿拉伯世界的经济繁荣 它必然会带来一些进步 当然其中就是重要的成就 从古典希腊社会那里 把一些重要的古典时期的文学 哲学数学艺术怎么样翻过来 因为我们知道原来 穆斯林他是没有什么文化 穆斯林的祖先是沙漠里面 吉洛特的游牧民族 穆斯林想要学文明 他们像谁学 希腊王 像希腊学 我在我的体系中 我曾经说过 就是伊斯兰教的崛起 跟阿拉伯半岛的希腊化是有关系的 这个是我在学书界第一个提出来的 那么所以呢 这个他们把一些重要的东西拿过去 而且在阿拉伯帝国中 还有一批人是始终保留基督教信仰的 就是原来这个近东的这个原始的基督教会 就是基督教最先发展的地区 他们不同意犹太教 他们也没有皈依穆斯林 他们就是基督教 他们叫基督教的列斯托利派 而这派呢 他是专门研究古希腊哲学的 他们有研究古希腊哲学的传统 所以这一派呢 他们影响了穆斯林 穆斯林觉得古希腊哲学不错 因为这个东西他们知道的好东西 那他们也去研究 所以呢 在后来呢 穆斯林出现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哲学 我稍后再跟大家来提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翻译 阿拉伯呢 开始翻译这些 把希腊语这些东西翻译成什么 翻译成阿拉伯语 这个太重要 为什么 因为古典希腊的这些文化 这些文学 这些哲学 这些戏剧 这些戏剧 这些比如预言 比如河马史诗 比如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休斯里德的历史学 这些在原来的希腊半岛 因为战乱 因为很多的这个 这个战争冲突 蛮族的路清 图书馆的被毁 他们都失传了 最后文艺复兴的时候 欧洲人找希腊的典籍已经没有了 他们到哪里找 他们到阿拉伯人这里找 到穆斯林这里找 把穆斯林翻译过来的阿拉伯文的古典希腊的东西 再翻译成拉丁文 拉丁文的已经没有了 当然原来的希腊的这些东西 它不是用拉丁文的 是用什么 从希腊文 所以从希腊文到拉丁文中间 有阿拉伯文 有穆斯林 到美撒传 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讲 我觉得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 穆斯林要比中国人的贡献要大 大家要承认这个观点 中国人基本上跟人类的主流文明 没有什么关系 它是独立发展的 就在旧大陆从中国的文化是比较独特的 这个我在我的另一个系列 传统文化的社会转型中 我提到过 中国是一个枯井文化 是一个从远古 一直这个西移过去的 这个两核文明的分支 在远东发展的那个结果 这个在我的另外一个系列 这边就不展开 我们开始看最为核心的部分 那么最为核心的部分 当然就是古典西太的一些东西 科学 是吧 艺术 哲学 天文学 那么还有医学 地理学 这个地理学 跟天文学当时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他们要搞商业贸物 天文学它在航海中是非常重要 所以他们也发展了天文学 他们也发展了数学 他们有两个重大的发展 一个是代数方面 还有一个三角函数 这个在航海中多少用呢 那么还有呢 就是医学 医学呢 有一个著名的穆斯林医生叫拉奇 在西方叫拉奇斯 那么他呢 写了一些关于医学人理的 并且他还写了12卷本的医学 巨著的百科全数 1270年 这本这套书被翻译成拉丁文 然后是成为西方中世纪的一个操本 成为医学的一个范本 他还提出了医学的道德论 那么这个是这个医学 数学呢 是我刚才提过了 三角函数和这个 这个这个 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 他们从印度人那里 学到一个好东西 什么东西 数字 印度数字 0123456789 原来这个在古代罗马也好 那个两河也好 他们表达数字是非常困难 数字越来越来表达 是吧 但是阿拉伯数字的出现 解决了这个问题 实际上最早使用是印度人 这个0的发明是 数学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跨越 从此再大的数字 也能用这样几个符话来表示 所以这个也是阿拉伯人的贡献 因为他们需要贸易 商业贸易需要计算 所以这也是社会发展带来一个巨大进步 中国一直到近代才引进阿拉伯数字 那么这个是天文学数学 另外还有地理学 天文学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 他们 主要是实践的 并非理论的 改进了罗盘 测量了地平线 然后他们发展了新的天文表 但是他们的天文学体系 没有超过埃及托罗密王朝的著名的天文学家 托罗密的地形作 他们因为托罗密的地形作是继承亚里斯多德的地形作 所以他们没有翻出亚里斯多德的手掌心 他们也没有达到当时古典希腊的一些不同的学说的一些建议 到亚里斯多德实际上是古典哲学已经河流了 就是科学人士时代 就是最后的时代 从宇宙人到科学人 那么在这个时代 亚世的地形作后 在经过托罗密发展成为中世纪绝对不可动摇的一种神圣的学说 因为罗马教会也产举地形作 我们知道著名了1500年那个布鲁罗被烧死的故事 是吧 我说错了 应该是1600年 一百年之后 那么这个地形作在穆斯林世界是一直没有推翻 他们始终坚持亚世的地形作 地形作一直在近代之后 地大发现之后 路德改革之后 路德改革15年之后 马丁路德改革是1517年 而地形作的发表是 我们都知道 波兰神父 主教神学家 格白宁 在他临终之前是1532年 1532年 1534 差不多这个时代 怎么样 发表了日行说 这个日行说才开始 日行说太重要了 为什么 它是科学革命的开始 我们知道现在有一种说法叫 哥白尼加利略流人体系 近代天文学体系 天文学是一个宇宙人 也是一个世界观想 它同时也是方法人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科学 还是哲学的问题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 熟人讲的大爆炸理论体系 它有一个资深的东西 它资深的东西是什么 我说得到就明白了 是吧 一百年前 这个爱因斯坦 没事做 它发表了广义相对认 然后被证明 一个一次日全史 证明广义相对认是对的 它获奖了 191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而1929年 哈勃发现了恒星的红移 然后以此基础 作为什么 现代宇宙学的基础 我们称为爱因斯坦 哈勃霍金宇宙体系 霍金就是刚刚去世的 英国的黑洞理论学家 它是大爆炸的一个 大爆这个假说 是个科学假说 它是大爆炸的一个理论基础 我们称为现有的 现代宇宙模型 这个差远了 我们再拉回了 好了 所有的这些学科之中 最重要的毫无疑问是 他们对古典哲学的基层 他们继承的是三大哲宗的 主要是柏拉图和亚士 而尤其是亚士的科学人 作为最主要的这个继承 为什么 因为亚士的科学人太实用 他的动物学 他的物理学 他的化学 他的数学 都是非常实用的科学 而这个伊斯兰 穆斯林在中世纪的时候 他是一个 不像现在 他当时是一个比较锐移进取的 一个后来者 一个后进的这样一个社会 所以他们非常想 从亚士的这种东西里面 获得一个框架 难而遗憾的是什么呢 遗憾的是经过了几代哲学家的努力 我来说一下 他的先锋叫金帝 这金帝是八世纪的人 公元八世纪的人 九世纪的人 他大约死于公元八百七十年 他把穆斯林的宗教教义和一套新柏拉图哲学联系起来 更困难的是将亚里斯多德的哲学 吸引进伊斯兰教的思想架构 但是这样一个结合是感觉是不仁不类的 因为我们知道古典哲学 它是产生于希腊神话 是古希腊神话的一个东西 希腊话的一个东西 非常重要的 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 他先先后后都受到了希腊话的影响 但是因为亚里斯多德的体系中缺少找入上帝 这个是犹太教的东西 知道吗 上帝最早是耶和华是犹太教里来的 然后给基督教的 同时伊斯兰教说 咱们不炒两半 咱们改名字 咱们不叫上帝 咱们叫阿拉 其实是一个意思 唯一的真神吧 是吧 伊斯兰教也承认 主耶稣 我是基督教 主耶稣是这个 弥赛亚 当他们的先知 莫哈默德 是最后一个弥赛亚 是吧 他们把自己给封死了 那么不过在这里呢 亚里斯多德的体系中没有上帝 他就解决不了一个相对真理 和绝对真理的问题 这个就是因为 柏拉图的一个洞穴理论 把整个摩斯林世界掏死 一直掏到现在 我给大家讲一讲 听懂我节目的朋友 我在说什么 他没有分清楚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 他们被亚式的这种 相对真理学说给套牢了 他们始终没有翻出 亚里斯多德的手掌 也没有突破地心 后来的科学 是由欧洲人来完成 欧洲人有一个上帝 流论怎么说的 我就不解释 好了 我再提三个人 这三个人非常重要 他们是十世纪到十二世纪的 伊斯兰三大哲学家 我在前面节目中提到 我三大哲学家的名字 一个叫法拉底 一个叫阿维森 一个叫阿维罗尼 三位都是亚里斯多德的图里 都他们的不是直接土地 都他们的这个崇拜者 他们非常喜欢这个研究亚式的哲学 他们对亚式进行了大量的翻译 并且产生了很多的这个著作 对他进行注解 不过呢 这些努力都没有获得太好的结果 因为他是在做这个无用不 他们没有翻出亚里斯多德师傅 柏拉图的洞穴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最后呢 这个我读几句 让大家听得比较遗憾的话 来结束今天的这个分享 阿维罗尼呢 是支持亚里斯多德哲学 反对这个安萨里的神学理论 认为一切现象都是遵从神创造的自然规律 不是因为神的意愿 而发生的 他是穆斯林的最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他当时生活的时间是12世纪 他对西方哲学有重要的影响 注意他的评价 被称为西欧世俗思想之父 他对亚里斯多德的思想和著作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而这种作用通过穆斯林的那传 因为他是穆斯林的哲学家 然后影响到后面的近代的欧洲人 因此从这个角度讲 穆斯林是成为古典文明的一个二传 他们把古典文明交到近代欧洲人的手上 不久之后 十三世纪的阿巴斯王朝也面临跟我上一讲的拜难庭一样的问题 他们也面临着诸侯割据 也面临着伟大不掉的问题 同时他们也开始装备土耳其的古典军 这两个国家都是很遗憾的 因为阿巴斯最后没有败在土耳其手上 他被蒙古敌国给灭了 而这个班奈廷是被土耳其给灭了 很快他们也走到了历史的一个终点 而近代的西方正在然然真实 那么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这就是穆斯林伊斯兰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二传的作用 谢谢大家分享 下一集我们将要谈到了一个比较重的东西 拜难庭因为土耳其人的崛起 他们开始防守 他们开始求救兵 这个救兵就是我们后面很多人提到的赫赫有名的十字军独阵 期待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